唐小舟暗驰了一惊,弄不清楚这风声是怎么传出去的,他赶紧问,到底有多少人呢?都是些什么人? 唐小丽说,马书记也说不清楚,只说来了很大的一个车队,市里的钟书记刘市长的车在最前面,县里的刘书记和冯县长的车只在中间,市里好像还有其他的领导车也都来了。 唐小舟是知道这些大员们的排场的,听说此话,心里大大的不安起来,市县党争一把手都来了,这个排场太大了,小小的一个唐家傲,怎么容纳这么多人呢? 唐小舟看了看表,现在快一点了,从县里到唐家傲,车行需要五十多分钟,这也就是说,大员们还没有吃午饭呢。 想到这儿,唐小舟说,现在啊,咱们这饭不能吃了,你啊,快去准备,让全村所有的家庭,全都准备一桌人的饭菜。 现在马上做,费用算在咱们身上。 好在过年呢,饭菜是现成的,应该不是太大问题,只是要快。 你家呢,准备两桌,市县的领导,全都上你那儿去吃。 好,我呀,马上就去准备。 哎,先等等,你别急。 还有一件事,千万别马虎,你把村里所有的姑娘媳妇都集中起来,注意挑一下。 要年轻一点,漂亮一点的,要她们做几件事。 第一件事,多洗些杯子,集中到你家去。 第二件事,多烧些开水,记住,要准备一些杯子。 千万不能用锅手,用电水壶最好,最差的也得是在煤炉子上用水壶手。 这些事做好之后啊,让他们全都集中到你家去,等一下人来了,由他们负责接待。 三哥要离开的时候,又被唐小舟给叫住了。 唐小舟问,啊,对了,还有一件事,村里有没有上访户啊? 没有,没有,这农村人呢都很单纯,只要日子过得下去, 谁会去惹那些麻烦呢? 虽然如此啊,你还是得小心啊,书记市长既是我们的客人,也是我们全村的客人。 你要把村里那些说得上话的人照起来,开个会,告诉他们, 这是我们村几百年历史上最尊贵的客人。 大家啊,一定要把客人招待好喽。 三哥唐小丽离开之后,唐小舟回到了位子上,脑子里在想着需要注意哪些细节。 古锐当看出唐小舟的脸色有变化,他连忙问,哎,你怎么了?出什么事了? 妹夫人大为端起酒杯,向唐小舟敬酒,唐小舟伸手挡住了,他对大家说, 先稍停一下,我说一件事,你们听了之后,不要大声惊叫,好好稳住,别惊动了其他几桌的人。 大家听他这样说,全都愣住了,放下了筷子,嘴里正嚼着鸡鸭鱼肉的,也不嚼了,停下来,全都拿眼睛望着他。 唐小舟继续说, 市委书记,市长,县委书记和县长正朝这里过来,到底来了多少人我还不知道,我估计人不会少,搞不好啊,会来几百人呢。 听唐小舟这么一说,在座的各位真的是目瞪口呆啊,市委书记,在过去那可是知府啊,唐家奥何时见过知府这样大的官儿啊,此次一来,府县都到场,这等荣耀,史无前例啊。 古瑞丹到底是搞公安工作的,他马上说,那要组织一下呀,千万不能出安全事故啊。 唐小舟说,你们抓紧时间呢,吃点东西垫一垫,等一下呀,我们到村口去迎接。 其他人吃饭,唐小舟向外走,他要和三哥碰下头,和村长一起商量接待的相关事业。 古瑞丹随后跟了出来,对他说,这件事,你要不要向厅里汇报一下呀? 向省委办公厅汇报,那是肯定需要的。 但是,什么时候汇报,唐小舟心里,没有底儿。 尤其是向谁汇报,这是个关键。 如果向省委秘书长余丹洪汇报,他一定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。 可能会说呀,你只不过是省委书记的一个秘书,回了一趟家,却兴师动众的,将市委书记、市长、县委书记、县长,全都招到自己家里去了。 你以为你是谁呀? 这件事,如果拿出来做文章,那就是大事了。 唐小舟如果不汇报,事情也一定会传到省里去。 如果现在就汇报,要求于丹洪给钟少姬打电话,阻止他们前来,自然也能够起到作用。 可问题是,人家几大员已经到你家门口了,你将人家拦回去,也一样会有说辞。 现在,事情既然已经发生,唐小舟想的是,怎样做才能将影响控制在最小? 或者说,就算有再大的影响,只要赵德梁能够理解,即使有再多,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做文章,也不会产生负面影响了。 唐小舟想了各种处置办法,可是又觉得任何一种办法都可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。 与其想办法在别的方面赌,还不如直接告诉赵德梁。 唐小舟已经拿定了主意,今天晚上就赶回省里去,当面向赵书记汇报此事。 将三个的安排检查了一遍,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。 唐小舟带着父母以及其他的家人来到村里,站成了一排。 最前面的自然是唐小舟,身边是他的老婆古瑞丹,接下来是父母,再接下来便是几个哥哥。 妹夫人大为在市里比较熟,他和唐小舟的妹妹唐小雨站在最后。 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,见唐家人出来,也都跟着出来,站在村口。 他们自觉站在唐家人的对面,形成了一个列队欢迎的局面。 只有那些孩子们,在两队人当中无所顾忌地奔跑着,穿插着,嬉闹着。 终于有汽车声传过来了,早已经领命到前面山口探望的二哥唐小田,骑着摩托车过来了。 他老远就喊着,来了来了,已经过山口了,好长的车队呀,怕是有几十台车呀。 后面,跟着二哥跑过来的孩子,也大声地说,都是黑乌龟壳。 当地人把轿车叫做乌龟壳。 汽车到底比人快,他们的话音刚落,直接一辆接一辆的汽车,像杨拉屎一般。 从前面的山口处,一坨一坨地钻了出来,很快成了一条串。 乡亲们不知道是热情还是性子急,看到这些车呀,不约而同的都鼓起掌来。 没多长时间,车队就到了近前。 最先到的是两辆开道车,一辆挂着市里的牌子,一辆挂着县里的牌子。 后面紧跟着,一辆乘辆崭新的奥迪。 和唐小舟坐会了的那辆一样,挂的是一号车牌,只不过前面几个字母不相同。 紧随其后的,是一辆相同款式,但是沉色略旧的奥迪,挂的是雷江二号车牌。 车队当中,两辆开道警车并没有停下,缓缓驶过两对夹道欢迎的人群。 三哥唐小丽迅速走到汽车前,做了一个手势,领着汽车前去停放。 第一辆奥迪停了下来,从副首席跨下一个年轻人。 唐小舟认识的,他是雷江市委书记钟少基的秘书。 秘书走到后面,将车门打开,伸出一只手,保护着钟少基的头,不会碰到车顶上。 钟少基跨下车的时候,唐小舟和古瑞丹同时向前走了几步,恭候着。 钟少基热情地伸出手,唐小舟立即双手握了过去。 钟少基说,小舟啊,我不请自道了,来给叔叔阿姨拜年了。 唐小舟说,哎哟,谢谢钟书记。 说着,他介绍了妻子古瑞丹。 就在钟少基和古瑞丹握手寒暄的时候,一号车已经开走,二号车停了过来。 和前面的一样,雷江市市长刘延光的秘书先下了车,然后将刘延光迎了下来。 唐小舟又和刘延光握手,并且将古瑞丹介绍给刘延光。 钟少基并没有等刘延光,而是继续向前走,一边走一边说。 小舟啊,你给介绍一下,我给叔叔阿姨拜个年。 没办法,唐小舟赶紧手忙脚乱地往回走了几步,领着钟少基走到了父母的面前,向他们一一地介绍。 钟少基以平辈的口吻,恭敬地说。 叔叔阿姨,我给你们二老啊,百年来了。 说着,他习惯性地伸手到西装口袋,却又空着掏了出来。 唐小舟明白,钟少基啊,这是习惯动作。 一般来说,领导下乡去见农民,握手之后,通常要给一个红包。 而这个红包呢,也一定是手下事先准备好的。 今天不知道是手下没有准备,还是别的原因,他又将手抽了出来。 唐小舟又向父母介绍市长刘延光,刘延光也分别和父母握手,并说了一番祝福的话。 两位老人之后,就是那种例行的接见式的一路握手。 摸到最后,任大为上前,将两位领导接了过去,唐小舟呢,则迎向了后面的领导。 排在后面的几位,唐小舟并不认识,从车牌上可知,他们是势力的。 不管认识不认识,唐小舟是一路握手,一直握到了高兰县县委书记刘凤民的面前时, 唐小舟说了一句真话。 刘书记啊,你这是把我摆在火上烤啊。 刘凤民说,这事你怎么能怪我呢? 你也不想想,你坐着省委一号车跑了几百公里,这几百公里沿线是个什么情况?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? 唐小舟明白了,原来一切的麻烦都出在这辆车上了。 接下来,摆在唐小舟面前的有两大难题。 第一件,如何招待这么多的市里和县里的领导? 第二件,如何向省委书记赵德良解释这件事?